欸來喔 喔齁來 女生人會有命啊 來來 我們問一下我們邱文仁 邱文仁會走到今天 也是要感謝過去很多痛苦的戀情 齁 來來來 其實有一段戀愛說對方小你八歲 然後讓你對愛情身心俱疲 所以你自己有一個形容說 後來體認到說 工作像丟皮球 就是愛情像丟籤球 對 工作像丟皮球 就是我後來進了104以後 我很喜歡那個工作 然後我真的很認真 那我就發現說 工作這種東西就是你用力的做 它就像丟皮球一樣 你用力的丟 它就彈得很高 那個回想是大的 但是愛情就像丟籤球 它很重 然後你越用力丟 它就滾到更遠 這就是我人生的體驗 所以我這麼多年來 我都會覺得 工作的成就感 是比愛情的成就感要大很多 來 說說看這個小你八歲的男朋友 其實他是個好人 我到現在想到他 我還是有甜蜜的感覺 好 妳說這句話 我們拿下貼紙的面孔可以嗎 妳說這句話是先打那個 那個貼紙的面具拿下來 然後好 好 來 請說 但是他怎麼傷害妳的 嗯 應該是說我原來 我年輕的時候跟映瑤很像啦 那我喜歡藝術家 那我原來就是很喜歡一個藝術家 我想問我喜歡藝術家 藝術家是怎樣 就很慘 很慘 敬存也喜歡過藝術家 藝術家像不羈的風 對 你不能怪他 他劈腿因為他是藝術家 他沒有回來 他沒有回來 因為他在創作嘛 他哪有空理你 然後他用你的錢 因為他還沒有賣出去作品 氣死 對 我原來是喜歡藝術家 然後也是被這個藝術家 搞得很累 那這個小男生 他原來就是他小我八歲嘛 所以他跟在我身邊 我也完全沒把他當成一回事 但我只是覺得說很妙的是 因為我每天都要等那個藝術家打電話給我 那我後來就發現說 怎麼這個小男生 他在我旁邊 跟我一起吃飯的時候 那個我喜歡的男生 特別會打電話給我 是因為這個理由 我才讓這個小男生 常常跟著我走來走去 那他是屬於臉皮比較厚的小男生啦 就是有的時候 我已經上計程車要走了 他開門就上來 他什麼星座 他是處女 可是他很趕 因為他年紀那時候很小 他只有25歲 他很趕 真的很趕 就是完全就是強強要就是了 對 然後我有一次被他電到 是在西門捷運站 應該是西門 對 就是那個時候有一個電浮梯 那時候已經有捷運 那就也不久之前 沒有 沒有太久 那個電浮梯很陡峭 但是我在那個電浮梯被他電到 怎麼電到 因為他很高 所以他比我站下兩三格 然後他就抬起頭來 這樣子反著看著我 他說了一句話 我死以後要把這句話 刻在我的墳墓上 做我的木製林 他說了什麼 請給溫柔一特寫 來 他說你的眼睛水汪汪的 好像隨時都要哭 那我要小心 這一輩子都不要讓你的眼淚流出來 在很陡的捷運電梯上面 可以講這個話 不無盡 我被他電到 瑤瑤妳看過很多書 妳覺得他這句話 是從哪裡抄來的 我現在應該是不是我寫的 我就應該背了一個晚上 才背出來 好厲害的加坡 我寫過類似的妳知道 就是說 我那個人家送我回家 我就上樓梯上樓梯 然後就覺得 後面好像還有雙眼睛 乖乖的回頭一看 那個人傻傻看著我笑 我說怎麼了 他說怎麼辦 我說怎麼樣了 他說我好喜歡你喔這樣 他在下面往上 也是嘛 一樣的情節 仰望著我們說怎麼辦 我好喜歡你喔 這有點類似嘛 等一下 他超好 我覺得 從行為心理學來講 因為瑤瑤妳學過 當女生站得比較高 男生站得比較低 這樣子仰望她的時候 女生是不是會有一種 對啊 就我是公主 我是女王這樣子 她是有點擔心下跪的那種 那種異味 不過那樣的高度 在捷運上 她在下妳 妳在上嘛 那當時呢 妳整個腿軟了吧 沒有我心裡就有被她震到 那她很特別啦 就是她都會在特別的假日 我在等那個 藝術家的電話的時候 跟著我 所以後來 我就跟她在一起了 對 完全就把原來的戀情 給拋開了 然後後來又用 沒有啦 其實她 她跟我並沒有相處的不好 我們到現在還是朋友 只是我 前一陣子跟她在提這句話的時候 她大叫說 她怎麼年輕的時候 說出這麼噁心的話 好 其實 妳跟她提出來的意思 就表示有一點 妳是要拿支票去兌現 但是她 她就說 我 我怎麼 我就是信心存款沒有這麼多 她後來 跟別人結婚了 然後又離婚了 然後她後來又打電話給我 那所以我們現在是好朋友 那我 她 她曾經問我說 我怎麼會被她電到 就講出這句話 可是 她裝作不記得 她就說 她也許不是裝的 因為她跟太多的人講類似的 她不太記得誰講 心裡麻煩這兩個女生 請妳救救她們好嗎 對 我覺得你們要現實一點 請來吧 不過講到藝術家 尤其我們女生真的是 就像瑤瑤剛剛講的 就是她話賣不出去 所以她用妳的錢 然後她心情不好 因為她還在創作 反正人家會還妳嗎 等她待會兒那個賣出去 很大牌的時候 就會還妳 妳就好眠 對 然後等藝術家 她真的都成長的時候 她發現她原來 她並不要一個媽 對 她要她自己 生命中的一個女人這樣 她們通常自己要什麼 不知道 所以其實文仁 這八年的相處當中 應該會有很多的事件是 她總是會有原因的嗎 對 妳印象深刻的 有什麼事件發生 好 其實後來我們 分開來的關鍵 就是 因為其實她小我八歲 那我雖然喜歡她 我對她非常好 可是第一個 我對自己也沒有什麼信心 再來就是說 她比我小 所以很多事情 我覺得我一定要包容她 那我心裡常有很大的壓力 還有悶著 對我不認同的事情 所以那個相處其實是辛苦的 但是我們很少吵架 那那個關鍵點其實是 那時候她做外匯 外匯的工作 可以到一點 兩點 三點 四點 五點都可以 她做外匯 外匯 美國盤 美國盤 美國盤之類的 中國盤 我以為是辦桌 什麼廚師外匯 不是 是在那個 就是金融業裡面 出售盤的 不好意思 對 我讓她送盤 妳說辦桌 炒外匯的 因為我那時候自己住在外面 那有的時候她下班了就會來 那有的時候她可能操盤到很晚 就沒有來 那我又比較固執一點 我會等門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是很痛苦的 就常常晚上睡不好 可是我又不敢打電話去她的公司 因為我覺得這樣會影響到她的工作 所以就長期在睡不好的狀態 那有一天實在是受不了了 我就打電話跟她講說 可不可以麻煩妳監信 妳就會以後就是晚上的時候 至少要打一通電話來告訴我說 妳要來還是不要來 那我覺得這是很基本的一個要求 結果這個小男生她竟然跟我說 她說這樣子好不好 我可不可以明天再回答妳 妳讓我想一下 其實也就是這麼一個簡短的話 讓我忽然醒過來了 明天 對啊 為什麼還要想一天 對 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我對妳真的很好 我對她真的很好 然後付出很多 可是我對妳只是這麼小的要求 妳卻 她沒有拒絕我 但是她說她要想一下 然後明天再告訴我 那妳還有沒有再追她 沒有 後來 過了五分鐘 我就打電話跟她說 我們分手吧 對 喔 然後她有點生氣 她就是 我忘了她跟我講什麼 有點生氣 但是她說 那我們以後可不可以做朋友 我說可以 妳就說讓我想一下 好 來… 觀眾朋友來 我們已經聽了瑤瑤的故事 跟文人的故事 這些感情都傷害了她們十多年 當然也讓她們成長 我們問一下土相的謝欣妮 妳覺得她們兩個人的故事 到底是男人太壞 還是她們這兩個女人太呆 我覺得是稍缺責 一個壞一個呆 就是一定要妹娶 才有辦法撐那麼久 就很扯 承認 我覺得這很棒 就是一直學習 然後她給我們災難 我們才知道說 以後會碰到什麼狀況 對啦 沒有九一一妳就不知道 地震要怎麼躲 對 我說得太好了 對 我覺得最棒的是說 以前不是要緊抓緊抓嗎 那後來就學會說 妳手要放開 人家東西才放得進來 妳手一直抓著 人家沒辦法給妳東西的 妳要放開 人家才能不停給妳東西 這樣子 真的要放開 抓那麼緊也會痛 對 不要等門 來 昌聖書老師 妳整個人就是充滿了 藝術的氣質 好危險 什麼要命格的男人 好危險 最容易折磨我們女人 就是你們這種男人 我要來 教教你們這些笨女人 為什麼是笨女人 為什麼是笨女人 我跟你講 他們就是得了便宜又賣乖 真的 不過你看 來 布瑤妳把妳的命盤拿出來 你看 妳跟文仁 妳看妳們兩個人的命盤 來 我給各位觀眾看 他們兩張命盤 其實他們的夫妻 夫妻公是一模一樣的 欸 是嗎 妳看 他們兩個剛好180度 夫妻公 對 她是空公 所以她是戀真貪囊 戀真貪囊 對 戀真貪囊 一樣的 對 妳知道貪囊這刻印在夫妻公 就是會愛上藝術家 就喜歡 因為貪囊這就代表藝術家 在劫難投就對了 基本上貪囊就代表藝術家 沒錯 所以他們本質上就有那種 哇 我就是非常man的 你們骨子裡就會覺得 妳很強 妳就是喜歡照顧那種不羈的男人 俠女對不對 對 沒錯 又有俠義心腸 子為破君 妳知道古術怎麼說妳這種人 唯成不忠 唯子不孝 就是在現代人來看 就很會開除老闆的那種人 所以古術這樣講法是對的啊 唉唷 來來來 好多的故事 馬上就要從命盤上解出來了 我們先進網號馬上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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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